德国的默克尔时代 我是最早说出默克尔 这是个灾难 默克尔的 倚靠俄罗斯的70%的能源计划 和工业制造70%来自中国的 所谓东进 亲东 亲俄亲共 就是疏离美国 所谓欧洲经济独立 它不是一天两天 几乎是可以想象的时间 欧洲的经济 欧洲的能源 会在很长时间难以恢复 它能花五年时间 甚至十年 能恢复到默克尔时代 和法国的所谓的极端的极左时代 就现在马克龙时代 那都不错了 法国要比美国转身难得多 国家多 政党多 国家人口少 人民生活非常好 而且税务极高 消耗成本极高 而且对外面的依赖 特别是能源依赖 极强 所以它未来能调解的只有在中东 还有在整个的非洲某些国家 而且我认为它们最大的能源转型 一个是新能源 第二个就是俄罗斯一定会解体 俄罗斯解体 如果欧洲说白了 这个俄乌之战 让欧洲拖延了解体时间 否则我认为是欧洲解体早于俄罗斯解体 现在是俄罗俄乌战争把欧洲团结了一起 欧洲可能再有个十年二十年的寿命 欧元可能还会存在下去 俄罗斯一定会被解体 俄罗斯被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各国能源还会回贡给德国和欧洲 当然欧洲也会自我更加的积极的主动解决新能源 也会让更多的欧洲人 把他的能源计划中东化非洲化 更多的连在一起 我觉得人类是一个大力之好 顺然乌克兰付出了代价